事情虽然过去了二十年 但这次冲突却依然是湛女士心口上抹不去的伤痛 她既嫉恨大哥大嫂欺负了自己 又极度不满丈夫的懦弱和不作为 所以在得知丈夫瞒着她把钱拿给了大哥之后 湛女士就把丈夫狠狠地骂了一通 希望丈夫断绝和大哥的往来 可谁知道一年功夫不到 湛女士就发现丈夫又瞒着自己借了五千块钱给大哥 甚至还把他当作了外人 在经济上越来越防着他 他那个手机锁密码 他锁着不给我看 去年过年他哥哥张修房子要请酒 然后他借给他哥哥五千块 被我在他手机里面看到 他黄着我 那个手机藏在枕头底下 就你从他手机里面发现 他给哥哥的五千块钱的转账 对啊 五千块钱是有借给我哥哥 我哥哥过年的时候有张修没钱请客 他向我借五千块钱 我说我有 我有通知他 他是肯定不肯的 这个事你也是没有告诉他的 没有告诉他 也就是那个打了他的哥哥是吗 对 湛女士 这个他告诉你 你会同意吗 肯定不会同意啊 他家又不是开银行的 自己还有那个钱没有还掉啊 为什么要借给他呢 所以他瞒着你啊 对啊我觉得他不在乎我 没有分量 7年10月份呢 晚上他看他的手机 他又锁平了嘛 我的手机没有上锁 我就坦坦荡荡 我可以拿给你看 然后我就说 你锁了手机就是有鬼 他前天就查 我说看 今天我买点菜了 有一两百三百了 前天花了一百多 今天又花了一百多 你钱赢到哪里去了 他会每天查你手机上的支出 对 没有 有空的时候就会看一下 就会问一下 看着看一下 买了东西到家里了 你看到他的账目以后 是不是一定会问一下清楚 这些账目是怎么花掉的 肯定会问一下呀 我觉得他这个钱呢 没有看见家里 没有给家里买什么东西 他自己也没买什么东西 我就会问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要看他手机 他就跟我吵 就给我打架 然后打得我一生都是瘀青 他天天就是看 去买天看 我看着清烦 我今天晚上就不给你看 他不看着 不看着 不看着会死人 他说今天晚上 我就试试看 今天晚上我就不给你看 他就是 硬着 就给我打架的 我随时给他 斟了一个耳光 斟了一个耳光 他给我打 我就来火了 我就把他屁股 腿上 这次我有打 别的以后没打 我就说我们两个人 活个下架 要拿凌分 他每次吵架 都要跟我去凌分 你觉得他不给你看 是为什么 我就说他有鬼啊 一定有鬼 对啊 战女士认为 丈夫不记账 不交钱 手机上锁 不给他看 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 绝不仅仅是 借钱给大哥这么简单 肯定还有其他 不可告人的原因 否则 他无法理解 曾经那么信任 他的丈夫 性情大变到如此地步 不仅这么防着他 居然还对他动手 战女士左思右想 终于在丈夫的手机中 发现了一丝不寻常 我们张修了房子之后 他家我们楼下 那个女的微信 我就骂了他 然后就把那个 女的那个微信 删掉了 这跟你说的 这个钱有什么关系 我就怀疑到 在外面不三不四 你是怀疑 他存了钱 用在这个方面 对啊 用在别的女人身上 对对啊 说话要负责 怎么不负责呀 我那个楼下的只有 第一次那个装修的时候 有做防水 到楼下去 看那个有没有漏水 去一次 然后他我们凉台上 有漏水 那他下面去了 然后是有找他 找他 他没有打理他人家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那个事 我在外面做事 他过年以后 我有给他处理 第三次是 他那个厨房有漏水 他又打电话给我 我又找了两个人 第三个人到他家里去 就这几次 就是所有的都是 跟装修有关系 对 但你是没理会 在找的你 我理会了 理会要解决 要原因 家这个微信是什么 微信就是 哪个地方有漏水 他微信上看得到 他给他看一下 有照片 漏水是18年 他17年就加了人家微信 好累 除了这个之外 你有别的能够 佐证他们 然后17年 他这样打对方给我听 他说 我们对面哪个哪个 在外面 那个养女的 带着女的去 哪个地方吃饭 然后我觉得他好羡慕 钱又少了 就是我怀疑 他有这样的 我会想起码了